在讀过去高中或许喜欢读一些国内外哲学家的一些的作用 最让我欣赏的就是苏格拉底 希腊的一个大哲学家 他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他说认识自己方能认识人生 其实我们人生来到这个世间 短短的七八十年 甚或我们可以活到超过百岁 请问在这一段百年的岁月里面 我们走人生这趟路 到底生命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过去我们没有学到以前 多半的我们就沿袭着古老 富职被传下来的观念 小的时候好好读书 长大了成家立业 然后传宗接代 最后告老还乡 到底要还哪一个乡 也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只知道最后 终归是难免一死 那婆子的时候所求的就是在衣食上能够锦衣玉食 在子孙上面能够带带的光宗耀祖 我们求的都是这些 殊不知这些东西 它并不是由我们求而来 它不是我们心想就能够事成的 如果我们眼前没有透过修道 研读圣人的意义 改变我们错误的观念 去修正我们不正当的行为 不管在任何逆境现前 都不会因为需要而去做出了违背良心的事情 这句话我们刚刚唱圣歌的时候 不是有看到活佛恩师的词讯吗 如果我们在每一个顺境逆境的当下 都能够坚守着我们自己的良心本性 去立身处事 那么我们才有可能拥有一般人 心中所梦想拥有的各种的生活的条件 有一个如意郎君 有一个花容月貌的娇妻 有一些城欢西下的儿孙辈 还有那种傲人的物质的条件 跟我们享受 我们如果不懂得经营我们的生命 用正确的观念去经营 而不是用坊间的那种所谓的技巧啊 比别人多懂一些事情 我就能够创造别人没有的东西 那个叫做网用心机啊 所以我们现在走修行的路 他不单单是为了解决 我们未来生的生死大事 让我们永远不受六道轮回之苦 我们还可以透过修行 让我们现在生的命运 做一个改变 让我们的子子孙孙 会因为我们德性的一个后绩 他们也蒙受到了老天很大的一个恩责 所以人世间三百六十五行 行行都可以出状元 然而真要论就三百六十五行里 可以让我们一本万利 真正让生命立于不败的 延续到未来的生生世世的 还真的只有修到这一条路 舍此路别无他途啊 所以一般人是为了吃饱而活着 我们修到人是为了生存而吃 我们是为了以身载道 让这个身体能够发挥 他正常的运作的功能 所以我们才有三餐的一个需求 因为我们是为了这么一个 名正言顺的利益 去谋求我们生活上所需的 一些的基本因素条件 我们就绝对不会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去做出了伤天害理 危害他人利益的事情 所以人要先建立出 生命存在的价值在哪里 有这么一个正确的方向 我们才能够走出一条正确的路途来 所以读三交经典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这种正知见 能够越来越更生地厚 跟我们形影不离 让我们永生永世 都受着正知见的一个引导 去真正的达到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能够道成天上 唯有我们道成天上 才能够回过头来 把因地我们所发的种种大愿 把他如实地把他行诸于外 那在我们这一生修行的路上 我昨天晚上跟道清在分享 我这一生在修道的路上 我由不得别人支配我的 我在我的工作上面 我要听老板的 我读书的方面 我要什么 要听从老师的一个引导的 但是真正走入修行的路上 我由不得别人来替我安排 我下一步要往哪里走 前前会认为 怎么这么狂妄 这么傲慢无礼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 你能够去支配你自己 是因为先决条件 你培养出了一些别人所没有的能力 所以我们有这个愿 希望我这一生 乃至未来的生生世世 都有自在力 我可以让我自己心甘情愿地 为别人去服务 但是我绝不令他人有自在力而驱使我 这是释迦牟尼佛在 优婆赛戒经里面告诉我们 你修道人要有这种大愿 何者他人 我们身边的任一事任一物 都有能力来支配我们前进的脚步 当我们为了某一件东西 我们忘却了修行的大志向 最常见的贪明逐利 那明利就在支配我们 就在障碍我们前进的那股动力 假如我们为了人世间的 那些种种的欺恩子爱 我们就流连忘返 那欺恩子爱就是左右我们的那股力量 假如我们因为某一个人 他的行为的不得当 就让我们对道 有了一些所谓的灰心丧志的错误的想法 那那个人就在左右我们 想到了没有 如果在我们修道的周遭环境里面 有这么多的人事物 随时随地都可以障碍我前进的 那个脚步的时候 请问你 你修道要道成天上 他不就等同原木求鱼吗 你没有结果 那我如何要能够掌养出这样的能力 让我的炫望能够成为实际上 我拥有的一个条件 那就是眼前在三教圣人 意里的熏悉之下 我真正的能够让自己淡化物欲 淡化情爱 把那个人我之间的恩怨情仇 把它渐渐地给他抛住于脑后 看似有这么多的对象 是我们要去敏除的 但是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名利恩爱 或者恩怨情仇 它都直进于我们这个色身肉体 所以你不用去改变外面的环境 我们全心全意地修正我们自己的行为 让我们能够真正地认知 这个色身假体是一个虚妄的我 你就不会因为色身假体的一个贪得无厌 我们把自己那种雄心壮志 要修到成佛的愿力 就置住于脑后而不顾了 所以我们读了这么多的经典 圣贤尊尊教诲 再增加我们的一些的免疫力 让我们现在生未来生 能够真正地让我们的愿能够心想事成 那就看我们吸收进来以后 有没有让自己的行为 跟自己已知的条件合为一 只要我们慢慢地调理 调和知与行之间的距离 各位前嫌 那么不令他人有自在力而驱使我 驱使我他就不再是一个梦想 他是你生生世世来走修道路的时候 你走得比别人铿腔有力 你走得比别人虎虎生风 因为所有那些能够形成一堵障碍的东西 早就在这一生被你看破 而见识了他的影响力量消逆无形 所以一个真正高明的人 能够借助别人的智慧 来使自己不受蒙蔽 我们学道理 就是要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我们以前没有 透过圣人意义的熏息 我们渐渐把它养成了 所以由于这些的良机的时候 能够听闻圣人的经教 从来都不放弃 因为我知道 现在我轻忽了他 未来我就对圣人的毅力 视若无睹 他是必然的结果 因为今天会跟各位前嫌 谈一些为事的观念 在为事当中 就会告诉各位前嫌 阿赖耶士 他根本上就有这种功能 你这一生不把道 视为一个重要之物 你让其他的东西 凌驾带在他之上 即便这一生 勉强还有一丝 微薄的道心 让我沾了天恩师的 百年之后 往生迷了净土的外怨 来生呢 修道一定是 藏自己的力量为主 佛力是佳批 佛力佳批的恩泽身后与否 还端看我们自力 够不够强 我自己如果可有可无 佛力他也就可有可无 一报随着正报转 所有外面你所得到的 都是取决于我们 当下一个信念 我感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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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